你们不会不接受吧 怎么会呢 你们俩修了十几年了 终于修成正骨了 这简直是大大好事啊 日子定了没有 定下来你告诉我 我替你操办 保证办个风口光光的 小丹希望简单一点 我也是 小丹在部队的时候 就是总工了吧 这个无所谓 什么岗位都一样 他呀 有个岗位给他就行了 那怎么能行呢 方舟啊 你知道吗 你是我们109也的主心股 我这每天这心都悬着 我生怕上边把你调走了 现在小丹回来了 我这心算是放下了 谁也调不走你了 但是呢 你的位子呢 是不理听的 小丹回来 就只能委屈他 等副总工程师了 这怎么叫委屈呀 谢谢啊 你跟我又客气